2014年家中传统医药国际论坛 中日友好医院等中医药院校及卡尔加里和魁北克中医团体的80多名著名学者和专家历龄大会 大会由全家中医针灸协会 中国中华中医药学会和中国辽宁中医药大学共同主办 中国华夏中医药基金会和加拿大中医药学院等组织协助 这次大会得到了加拿大联邦省市各级政府 安省中医药管理局,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世界中联和真联的热情支持 联邦总理哈珀和省长凯瑟琳 以及联邦自由党主席Justin Trudeau分别为大会发来了贺信 学术交流后,大会在晚上7点举行了盛大的闭幕晚宴 安省中医针灸管理局主席Joanne和管理局助特总监Pristina出席晚宴并发表了讲话 对协会20年来为安省卫生保健事业做出的贡献 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 对协会为安省中医药针灸立法和规范做出的努力表示了感谢 协会领导和盗会嘉宾为会员颁发了20周年健康服务勋章 晚会有众多议员嘉宾发言,进行了多项仪式 中国中华中医药学会与全家中医药协会友好备忘录进行签字并赠送礼品 辽宁中医药大学杨校长授予的2013-2014博士和硕士毕业生学位证书 与汤耿明院长签署进一步合作协议 和辽宁中医药大学加拿大分校挂牌仪式 陈昭会长为安省中医针灸教育事业做出特别贡献的中国专家杨关林、刘景峰、孙永章、张力、菊宝赵和陈泽东等教授颁发奖杯 全家中医药针灸协会成立于1994年 以弘扬中国传统医学、普及中医药知识、保健民众健康为己任 以推动中医药针灸立法为目标 协会分别在1995年、2000年和2006年成功地在多伦多举办了三届大型的世界中药针灸学术大会 每年例行举办各种学术研讨会 普及及推广中医知识 促进会员学术水平的提高 规范了行业标准 也带动了协会的迅速发展 我的名字是John McCallum 我是马克林的国际的国际 今天是我们协会二十周年庆典 以及这个交流大会的门牧师 今天是我们协会二十周年庆典 以及这个交流大会的门牧师 非常高兴 今天来了有四百多四百五十多名 这个会员朋友 来自全国各地的 以及来自中国台湾 这其他地方的 还有德国的等等 这个大会呢 应该是非常成功的 我们全家中心争计计会呢 今天是二十周年 已经成立了二十年了 走过二十年的历程 全家中心争计计会呢 一直在数十年来呢 一直坚持中心争计计立法 走过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那么二零零六年 争计计立法在省议会通过 表辞着中心争呢 成为一个微生专业 那么二零零二零一三年 四月一号开始注册 那么现在我们协会呢 大部分90%以上的会员 都已经做到成为 真实的拯救师和综艺师了 那么呢 大伙都在安局 洛远应该综艺的前景 是非常好的 能更好的为民众提供 这个高质量的服务 提供可靠的医疗措施 好今天非常高兴啊 那个是我们协会的二十周年的 静点 然后白天的一个整天呢 是2014年那个加中国际医药论坛 有来自中国的 还有加拿大各地的兄弟会员 然后今天晚会呢 我们非常荣幸呢 还请到了不仅各议员 各山西政府的议员 还有管理局的主席和助手主任 然后我们今天的二十周年庆典呢 是非常一个隆重的一个庆典 我们对我们协会 还有所有的嘉宾 会颁发二十周年的勋章 这是一个非常隆重的庆典 所以大家都非常高兴 然后还有那个 辽宁中医药大学主办单位 和协班单位 还有那个中华中医药协会 都是我们的主办单位之一 他们都有太代表团 从中国特意赶到加拿大来 所以非常隆重 我们感到非常荣幸 我们希望中医药事业 在管理局正确的指导下面 做得更好 发展越快 我非常感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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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庆典 的庆典 中医药 中医药 成功 中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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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擁擠 We are very proud of the fact that the association has been able to plan for this event and to invite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college particularly since April 1, 2013 We are now a regulated profession And of course that's quite a history in the making in Ontario And I'd like to introduce Christina DiCaprio, she's our registrar and she has a few words I'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the CSCMA for inviting the college to attend this event I wish to congratulate all 2,900 members of the college The Chinese medicine profession has accepted and embraced self-regulation in the province of Ontario Guaranteeing to patients and Ontarians tha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available in Ontario Ethically, safely and in the public interest Once again, the college thanks all of the TCMA for organizing this event And for endorsing the college as the regulatory body that ensures safe ethical care in Ontario Thank you 我這次呢很高興來到加拿大參加我們家中中醫藥論壇 恰好還恰逢我們加拿大傳統中醫藥的針灸學會成立20周年 我們這次呢這次傳統的聖會得到了全球各方面中醫藥人士的響應 今天呢在這裡搞了一天的論壇大家交流了一些學術思想 我想對促進我們的合作和交流包括中醫藥在全球的發展 為人類的健康做點貢獻極為有利 我也祝願我們加拿大中醫藥事業發展的更好 為我們加拿大人民的福祉和健康做更多的工作 祝願我們都能更好 謝謝大家 感謝收看今天的大豆故事 我們下期再見